春去春远回 我走过的孤独很黑 难忘哪一刻 你走进成名的瞬间 我不是你 我心里只是没有理由 被换的注定 在我的掌门中你在哪里 如此的清醒没有属于 你是我的你 哦 我不是你 我姓名终于给的每个 考验和奇迹 在我的掌门中暗身里 你是否愿意 张开手 你回忆 哦 我不是你 你回忆 幸迟 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呢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吗 找我有事吗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吗 你可这是贵人多忘事啊 要不要我提醒提醒你 前几天 你不是说好久没有吃过我做的饭 我就说今天晚上到你家来做给你吃 你倒是一口答应还把钥匙给了我 对不起 我最近被 几个大案子搞得头昏脑胀的 一时离忘了 真对不起 是什么大案子 可以告诉我吗 啊 这是秘密 不方便透露 你为什么不可以跟我说实话呢 不是秘密 是借口 对吗 好 就算是借口吧 总之我不想跟你争论 这样 抓紧把饭菜热一下 吃完了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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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工作也很累 你就别再跟我火上浇油啊 跟我闹别扭了行吗 我精神压力 我把我受不了的 我求你了 从我们交往以来 我自明从来没有给过你半点压力 我对你付出珍惜 付出关系 你呢 除了给我敷衍以外 还可以跟我什么呢 自明 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一直对你是真心真意的 我从来没有敷衍过你 如果你是真心真意的话 那你为什么一直回避我们的婚事呢 其实从开始到现在 你只是想要征服 从来就没有想到你去 你干嘛呀 你少管 你要去哪儿 你给我滚开 我要和你离婚 离婚离婚 又是离婚 烦不烦 这一次 我是认真的 你真的要离婚 你不怕丢人现眼 你都已经做出了那么龌龊的事情了 我还怕丢什么人啊 你有什么权利收我 你自己没有善进一个做妻子的责任 替我传宗接代 所以我跟任何女孩子交往 都管不着 这就是你在外面寻话问流 给自己找的借口吗 我谢谢你 让我看清了你 我告诉你 我不相信我雷小冬 我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 我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 小冬 你先别走 你先别算 你既然已经不爱我了 你还让我来在这里干嘛 你还要去哪 我告诉你 我雷小冬不是外面随便解的烂货 我只要一宣布离婚 就有人真的抢着来娶我 你 我不稀罕 小冬 听我说 听我说小冬 你听我说小冬 小冬 我求你 你别走 我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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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别走 我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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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我求你 我可以跟你道歉 你认识我不好 我不应该这样 我不应该让你生气 我求你 我求你 原谅我 我会这么做 是因为我心情真的不好 我心情真的不好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你就可以拿我来出去 你记不说我让你有多大 扎来故他没死 他还活着 他在回头发了大财 他现在华明成万里 让我的伤害 让我报仇 他永远要毁掉我 他永远要我 求死不得 求死不得 知道没有多害怕我 这种恐惧 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 我害怕 我失去我宿业的一切 我每天晚上都做梦 我睡不着 我真的很害怕 你告诉我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为什么早点不告诉我 我怕你担心 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 你担心 你忍着想让我担心 你受恋而有了 你为我担心 你担心 我没法可怀 你担心 我担心 我担心 你担心 大家都担心 你担心 她担心 你担心 这个位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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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请各位记者朋友来 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承蒙各位商场前辈的 大力支持和厚爱 本人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 竞选公布局华董的位置 陈安神 请问是什么原因 让你决定竞选华董的职位 是良心驱使我这么做的 最近我有一位律师朋友不幸横死 经过我从各个方面得来的可靠消息 这位朋友死于一位社会文人之手 一位很有可能成为上海 公布局华董位置的社会名人之手 我今天在这儿 是呼吁所有 有资格参与公布局华董投票的 华人纳税者 用你们的脑子 用你们的眼睛 去选择一位真正的公布局华董 而不是选择那种是法律无误无误的 社会罪人 我回来了 正义谈好了 应该差不多了 有个东西送给你 什么东西啊 打开来看看 快点啊 喜不喜欢 喜欢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每十天送你一颗 让你串成个链子 不要花钱破费了 喜欢就好 早点休息 爷爷 还没睡啊 你跟我来一下 爷爷 我跟子君没什么的 我们最近分房睡是因为我感冒了 怕传染给他 什么什么 是不是老何在你面前说三道四的 他都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胡说八道 老何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你们夫妻之间 一句闲话过 你错怪他们 你们夫妻之间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相信你们自己会解决 用不着我这老头子过问什么 不要尴尬不要尴尬 不要老急着跟我交代什么 来来 来 爸 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这个 姓程的巴西华侨 跟张来夫 是不是一个模样 啊 而且他 他跟朱子贵同时出来竞争滑动 还处处跟朱子贵挑衅 你说这人他要不是张来夫 谁相信啊 爷爷 没错 他是张来夫 真的是啊 各位 最近这些日子 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 因为我做梦也想不到 我竟然会被有心人造谣 重伤 抹黑 我曾经考虑 要退出参选 但是我的好朋友劝我 一定要继续参选 一定要继续参选 就像某人所说的 公布局绝对不允许某些流氓败类 刻意的造谣 重伤颠倒是非 混水摸鱼 好 好 好 谢谢 最后我在这里呼吁 各位华人纳税会的选民们 一定要擦亮你们的双眼 把神圣的一票 投给朱子贵 好 朱建成 加油 朱子贵 加油 谢谢 朱建成 加油 朱子贵 加油 朱乐队 加油 朱乐队 加油 朱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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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 您找谁啊 她的宣传公事排山倒好 捐出的善款也相当惊人 我看她对公布局董事这个位子 是势在必得 就怕 不用 无论花多大的代价 我也要把她的位子抢过来 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我回来了 你看谁来了 我回来了 好孙子 你不能叫我爷爷 你该叫我外公 我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你才是柱子柜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太晚了 这些日子 你太委屈了 受尽折磨了 孩子 老大 老大 来扶我 你们这一个是死里逃生 一个是奇迹康复 都是从阎王爷那儿落儿一圈 你们再度重逢 应该开开心心的 不许难过 咱们谁也不许难过 咱们谁也不许难过 先请坐 先请坐 请坐 好好好 那你们坐我去给你们泡茶喝了 谢谢 我一直担心你会不认我 老大 来复回到上海之后 他不方便跟你见面 但他派人去打听你的下落 后来知道你康复了 他也安心了不少 其实我一直想去看你 但是以为 重重原因 不要说了 我听创事都告诉我了 他创事他指着劝我别来 他说你变了 变得六亲不认 他劝我别来自讨没趣 我就不亲这鞋 你小子果然没让人失望 老伯请你茶 谢谢 这 这位是 我太太 任姑娘 到底是任姑娘还是你太太 老大 这是来复的太太 任姑娘是我给她起的绰号 她虽然已经嫁人了 但性格呢有的时候 还像个大姑娘 动不动就脸红 好了你先回屋去吧 那你们慢慢聊 真是你太太 是啊 我又不是子君 你干嘛连我一块儿瞒了 你是为了怕牵累到子君 所以出此下策 对吧 不 我没猜错吧 您猜错了 莱福 子君已经做了你老大的孙媳妇 木已成舟 你还怕什么呀 是 老大 你全猜对了 这子君啊 是个难得的女子 只是跟莱福有缘无分 你的孙子真是修了好几世的福 才能够娶到子君这样的媳妇 你可要叫她好好珍惜子君 要不然 我苏三强第一个不饶她 可惜 我不是过去的余佛影啊 我是一定点忙都帮不上 但是我现在学会了顺其自然了 只要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也就行了 对 得 换个话题 你什么那个 你 你打算 怎么对付那个禽手不如的畜生呢 无论是出于江湖道义还是人之常情 我一定会让那个畜生一无所有的 好 好 这种禽手不如的人他死不足惜 老天保佑 但是你自个儿要小心哪 他这个人是丧心病狂手段毒辣 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啊 我知道外公倒是您 我看咱们以后还是少来往了 那个畜生没有人心 要是让他知道了 我担心会因为我连累到你 我这把年纪了 差不多的事我也都看穿了都 我不怕死 就算您不为自己着想 您也应该为子军和创世着想 他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 难免他会对你们下手的 答应我外公 为了你们一家的安全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我现在把赵送你回去 我自己回去 老天保佑你 让那畜生一无所有 对 就让他一无所有 小心 平安 成功 一定会的 外公 不 要是这天来了 咱们爷儿俩可以再来一次 排文斯比赛 那当然一言为定啊 可是 我现在 我依次能排杀 好 别保重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 二位也保重 回宫 好 爷爷回来了 你眼睛怎么了 你眼睛怎么了 沙子 沙子 爷爷 你刚才去哪儿了 去找一个老朋友聊天去了 哦 那您回房间休息吧 我去做饭去 俊阳 辛苦了 辛苦什么 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 哎呀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人算哪 永远不如天算 爷爷 您今天是怎么了 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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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老了 感慨多了 你看要不是咱们余家家到中落 你也用不着干这么多家事活 少奶奶的生活我还过不惯呢 我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 心里舒服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的生活过着挺幸福的 真的 我做饭去了 雨爷 子军 没事儿没准你忙吧 梁会长 希望明天商会的会员 对于投票做出明智的选择 谢谢 对了 我的南京路还有一块地皮 我觉得很适合你们做会馆 如果梁会长有兴趣的话 好 明天两点半 起床天见 来福 别再搞下去了行吗 你这样等于用钱再买选票 你胜选你会元气大伤 败选你是损失惨重 你想清楚啊你 我只知道我这场仗不能输 其他的等我当上滑桶再说 你不要来 来福 我说你 老板 我那是来的 来 来 什么意思啊 沈警官 你要干什么 摆了门的红梅小姐到我们巡捕王报案 控告你强奸施暴 并且准备杀人那可 程先生 配合一点 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一个婊子的话你也会相信 我警告你 小心为你售出的话付出代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来 沈兴迟 你在搞什么把戏 来来 快去 再走 走 沈兴迟 走 沈兴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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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兴迟 去 麦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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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董候宣人射击成年被抓 麦包麦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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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里 有个来保持你 来 卧里 我找了这名陈律师 来替你打这场官司 邝先生 沈兴师那条狗 他没有为难你吧 我已经跟陈律师谈过了 他说他很有信心 能帮你洗脱罪名 还你清白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出去了 可以 可以可以啊 这位 选举结果已经有了 新钢权滑动的是 朱子贵先生 哦哦哦 谢谢 恭喜郭文 恭喜 恭喜郭文 恭喜 哎呀 恭喜你 恭喜你啊 哎呀 恭喜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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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我去跟程先生质疑一下 你怎么回事 程先生 怎么不来恭喜我呢 是不是这张书给了我 心里头觉得不服气 我差点忘了 你被指控强奸 你心里头一定不好受吧 你男朋友 别放在心上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还好 这件疯狂案是在选举之前发生的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真正的为人 要不然公布局 选了一个丧德百姓的强奸犯做滑动的话 这是天哪一个小话 不要 这家民网红 出向上 对 你们就找出 Management 出株东 放头 之前崖上 赵上 您也少 您部阳修 广告 广告 继续 הע 太лов 啰 广告 怎能来福冷静点 广告 看来你是错误估计了张成贵的财力跟实力 有自信不是不好 但太过自信就反而危险了 我看你干脆一枪毙了他 跟他做个了断算了 如果一枪毙了他就太便宜他了 但事实证明张成贵在上海的根基太厚 想要办到他谈何容易 我也很想报仇 但万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成功的几率太低 那咱们干脆收手算了 不行 如果我们现在收手了 怎么对得起那些被他害死的人 但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要把自己逼进死胡同行吗 万长 你要去哪儿 出去搜搜 来福 质感挺好的 放在客厅正好 真是挺漂亮的 老板 不能再紧一点吗 已经是最便宜了 好吧 那包起来 好的 算了 平安 太贵了 只要你喜欢 再贵也值得 包起来吧 好的 你现在不喜欢了 走吧 你看 我太太都嫌贵了 便宜一点吗 不贵 不贵的 老板 再便宜一点 老板 我下次来 把你的东西都买下来 好吗 那也不行啊 你真是不会做什么 我们舍得慢慢的 你怎么还在讨价还价呀 那么晚了 赶紧回去吧 你不是要吃牛肉面吗 不吃了 我忘了替爷爷买东西了 什么东西啊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老板 那盆玉石花呢 已经卖掉了 卖掉了 你不买 别人还不买啊 你动作还挺快的 这是中国人的 谢谢你陪我一整个晚上 早点休息 小心点 冯探长 程先生到了 程先生 请坐 不不不 你坐着 我站着 我今天找你来呢 是因为那个红梅小姐不愿意出庭作证 而且她提出撤诉了 所以这个案子就算了结了 你之前交的那些保证金 我们会很快地返还给你 说完了 没用的东西 你说什么 我说你 沈欣迟 你放着人不作偏要去做条狗 你记着 你欠我的 我会加倍还给你 大胆 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能告你恐吓 有种你现在就把我杀了 你先下去 是 来福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没关系 但是有两句话 我一定要告诉你 使实务者为俊杰 得些好意须回首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你底子不薄 但是长龙不压 底头蛇 不要跟朱子贵再纠缠下去了 这样不但你会有危险 你的手下和你身边的人都会有危险 就好像苏三强 他现在双手已经半废了 你难道让他达上性命你才肯罢休 我要你和朱子贵都赔上性命 我才会罢上 他说要我们赔上性命 他才跟爸说 我早就知道张来福不会善罢甘休 我等着他出手 谁怕谁 虽然你打赢了 宫布局滑抖这一仗 但是张来福现在 为了报仇已经变成半个疯子了 就怕他 不惜一切来个玉石俱分 就凭他 我要乘胜追击 就算没有搞磕他 我也要让张来福无法在上海立足 给我找夏京城来 我要让张来福交头来的 使不了刀子走 来福哥 买理洋行出事了 怎么办 听说买理洋行给人家纵火 烧死烧伤了好多人 这笔笔附罪金 替我发下去 这么多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这些人算不得了是吗 这八成是张成贵下的毒手 来福啊 你要这样继续跟他斗下去 会有更多无辜者受到牵连的 你知不知道 老板 查到了 纵火的事是夏京城那伙人干的 这肯定又是那个畜生 指使夏京城干的好事 老板 你得赶快拿个主意 银行账户里的余钱不多了 你要当机立断 要不然形势可能会迅速恶化 你想想说什么 算了 我怕我说出来你会骂我 说 如果我们要留在上海跟张长辉斗下去 首先要解决我们的财政问题 要在短时间内赚大钱 收到立钱之后 依我看 只有一桩尸体可做 就是烟土 而且不能小做 要大规模地做 我反对 烟土绝对不能碰 除了这个办法 我们就没有别的路了 除了老天爷开恩 撒一大把钞票下来 要不然我们根本无法再留在上海 而且慢走一步就会有性命危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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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跟他斗 就只要他的命 难道真的不行吗 早知如此 当初回到上海的时候 就该来个攻他不备 干脆把他哄个稀巴烂就算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买沿途 就是不要碰鸦片 后来我是因为报仇我才抽上他 我深深地体会到 那个东西他太厉害了 那个东西他碰不得 三哥 我知道贩卖沿途 是伤天海里的事情 可是你最清楚 我勾起来偷生地火了这么多年 为的是什么 是我一支太入行 彻底为你着迷 干干净净 眼神黑白分明 我怎么都看不清晰 铺铁铁地是你玩的眼睛 一句抱歉说的深情 坏人我做就可以 若即梦里是你玩的眼睛 哪里人哪往哪里去 都随你 一生全名爱着你 陪你演出对手戏 我好不犹豫 不管未来在哪里 你的决心和经历 后天干净是你玩的眼睛 一句抱歉说的深情 坏人我做就可以 若即梦里是你玩的眼睛 哪里人哪往哪里去 哦 水